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国产武打片的黄金时代 自李连杰的少林寺带起了武打片热潮 另个大电影场争相拍摄武打片 回忆这股国产武侠电影热 有一部索命逍遥楼 让很多观众至今印象深刻 该片大胆效仿港台武侠片 编剧似乎深受古龙武侠小说影响 整部电影情节曲折离奇 从头反转到结尾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电影以侠女复仇为主线 情节却又融合了 兄妹乱伦这样的猎奇情节 堪称国产武侠天的写点之作 故事发生在清末同志年间 眼周总兵白宠权势熏天 靠着横征暴敛 在白府建立起一座逍遥楼 整日在楼内花天酒地 逍遥楼按阴阳八卦 日月星辰的变化所见 里面布满机关 外人难以进入 夜晚 白夫人带着婢女经过花园 突然草丛中冲出一年轻男子 会在白夫人面前 叫了一声娘亲 来人自称名叫沈龙 父亲亡顾前 将绅士告诉了她 这才冒险来白府寻找生母 白夫人眼里写满了震惊 可毕竟是在白府内 只得装作不认识 让她赶紧离开 然而沈龙不仅没打算走 反而掏出怀中短剑 悄悄朝后花园的逍遥楼走去 沈龙此来除了任务外 还有一个目的是报仇 然而沈龙还没闯楼 却见一蒙面人 溜进戒备森严的楼内 蒙面人在楼内展开搜索 找到了隐藏在观音像旁的密室路口 翻身进入密道 然而逍遥楼机关重重 蒙面人眉头眉脑的乱闯 被困在八卦阵内无法逃脱 好在蒙面人武风高强 硬闯出密道 然而却被楼外的官兵给包围 危急时刻 沈龙出手 将手中宝剑交于蒙面人 助他杀出了逍遥楼 蒙面人在混战中受了伤 二人来不及互道姓明 就只能分头逃出白府 受伤蒙面人逃到城中一家客栈 通知住在客栈的养女 打算逃出城去 原来 蒙面人是眼周地界 无人不知的大盗 云里飞善标 养女名叫善娥 追兵跟着善标的血迹 追到客栈 善家妇女与追兵展开大混战 善标因失血过多而昏迷 好在养女善娥 有一身毫无功 带着昏迷的养父 一起纵马冲出城外 两人一路逃到郊外的一户农庄 农庄的老夫妻见有人受伤 赶紧将伤者抬进屋内 谁知老太太看到受伤的男人的证明 顿时又惊又怕 善标苏醒后 善娥询问官兵 为何追杀父亲 善标告诉了他一段十八年前的恩怨 原来 善娥是衍州之府文渊之女 十八年前 总兵白宠半城墙盗杀了文渊全家 并夺走了文家遇刺传世之宝 金漏万花瓶 文夫人临死前将小女儿托付给善标避难 善娥知晓了身世 决心报仇 可善标却叮嘱她 逍遥楼机关重重 千万闯不得 善标取出一把宝剑 嘱咐女儿 务必将剑还给她的主人 对方跟自己有救命之恩 善娥知晓身世后 再也放不下报仇的念头 她将受伤的养父 托付给老夫妇帮忙照顾 自己孤身返回眼周城内 却说白宠有个独子名叫白济福 从小娇奢隐意 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子弟 善娥来到城内 恰好赶上白济福当结账是欺人 想要抢抢民女 善娥出手制止 没想到白济福见到美貌的善娥 打算将善娥也掳回府 好在善娥身怀武艺 三拳两脚将白家少爷打翻在地 恼羞成怒的白济福命手下一起围攻 恰在此时 沈龙路过 见白家人欺负一女子 便愤而出手 沈龙与善娥一起联手 打退白府众人 沈龙敬佩善娥的狭义之心 称自己也与白虫有仇 但希望善娥不要冲动行事 善娥到底是江湖阅历浅 仗着一身武艺压根没放在心上 当晚 善娥单枪匹马 夜闯逍遥楼 结果物中机关 被毒刀锁伤 危急时刻 同样夜闯白府的沈龙出手 救走善娥 善娥中了暗器之毒 沈龙顾不得男女有别 被善娥吸吮出伤口里的毒素 就在善娥遇险的同时 住在郊外农户家里的善娥 也遇到了危险 老夫妇发现善娥受伤后 便在院子里磨刀祸祸祸 甚至想要悄悄放火 烧死善娥 可善娥虽然身受重伤 却虎威犹在 还是貌似逃出生天 说回善娥这边 苏醒后的善娥得知是沈龙救了自己 再加上沈龙发现善娥携带的宝剑 正是自己当日交给蒙面人的 两人这才算明白 沈龙当日在白府救的人 正是善娥的养父 沈龙对善家妇女有救命之恩 又是江湖儿女 两人逐渐暗生情愫 善娥伤愈后 重返衍周城 得知白济福依旧不肯放过 之前调戏过的伤人之女 善娥将计就计 假扮成新娘子 被送进白府 然后出手擒住白少爷 再闯逍遥楼 然而善娥却低估了白济福的阴险 善娥跟着白济福进入逍遥楼 但密道内错综复杂 白济福故意将善娥引进机关阵内 善娥被机关所困 到底还是落在了白济福的手里 白济福命人将善娥捆绑在房间里 又让仆人张妈去寺候 善娥被困之后 仿佛突然降至 居然没有丝毫怀疑 喝下了张妈送来的茶水 其实白济福早就在茶水中下了迷药 善娥喝完便昏迷过去 此时沈龙也来到白府 想要营救善娥 可却被白济福发现 最终被官兵给活捉 当善娥从白家少爷的床上醒来 发觉衣服已被脱光 明白自己已被白济福给凌辱 悲痛欲绝的善娥 立誓杀白家父子报仇 完成复仇后 便打算出家为尼 白宠得知府上抓了刺客 就让人带善娥来见自己 白宠见到善娥所使用的暗器 竟然是善娥的独门暗器 便询问起善娥的身份 善娥不回答 可白宠却猜除了她的身份 她拿出一份多年前官府的通缉告示 告知她更加残忍的真相 当年 文府灭门惨案的真正元凶 并非白宠 而是善娥与她的大哥善虎 两人当年都是被官府通缉的江阳大盗 白宠当年是奉命去营救文家 但她感到之时 已经为时已晚 文家满门被杀 文家的小女儿也被善娥掳走 白宠言外之意 善娥才是杀害善娥父母的凶手 而善娥却认贼作父 善娥不敢相信这一切 白宠主动放走了善娥 善娥赶回郊外农户家中 想要问养父一个明白 谁只赶到时 却发现宅院已被烧成废墟 善娥正欲寻找父亲 躲在附近的老夫妇 却冲出来要与她拼命 善娥不明就里 老夫妇告诉她 他们的儿子当年在文府当差 文府满门都死在善娥手里 夫妻二人 怎么也想不到时隔多年 受伤的善娥 居然会主动送上门 所以在善娥离开后 便打算放火烧死她 老夫妇的话证实了 善娥就是文府灭门案的凶手 善娥回到以前居住的老宅院 找到了侥幸从火场逃脱的善娥 此时的善娥重伤未遇 善娥念及对方 将自己养大的恩情 到底是没狠下心来动手 善娥询问善娥当年的真相 善娥猜到 善娥已经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她所讲述的真相 却又和白宠所说 截然相反当年 善娥和大哥 的确是屠杀文府满门的凶手 但善娥却称 白宠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白宠以重金利诱善娥兄弟俩 去屠杀文家 之后再以营救文家的名义 带兵来围剿善家兄弟 想要杀两人灭口 并借此机会 夺走了金漏万花瓶 善娥兄弟俩发现被出卖 逃走时 顺手带走了文家小女儿 打算将她养大后 找白宠寻仇 故事至此 当年灭门惨案的真相 可说是疑云重重 善娥得知真相 对于曾经的养父善娇 他说不清楚 到底是恩 是仇 是情 是恨 这晚 善娥再次潜入白府 救出了被关在地牢的沈龙 在沈龙的帮助下 善娥杀进逍遥楼 此番由沈龙坐智囊 两人终于破了八卦阵 进入逍遥楼内 白家父子正在寻欢作乐 把玩着本属于文家的金漏万花瓶 沈龙与善娥突然杀出 令白家父子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 有伤在身的善娇 放心不下善娥 也跟着潜入了逍遥楼 众人展开一场混战 善娥本想杀死迷奸自己的白继服 白夫人却突然冲出来 挡住了善娥的剑 影片至此 最大的反转来了 据白夫人所说 白继服压根不是白宠的儿子 而是善娥的亲生哥哥 一切都要从18年前的 文府灭门惨案说起 当年文夫人 即是生有一子一女 文家遭灭门时 对文夫人忠心耿耿的奶妈林扬 为了保护文家少爷 让自己的大儿子沈胡 穿上文少爷的衣服 自己则抱着文少爷逃走 所以善家兄弟 在灭门案中杀死的文少爷 其实是灵娘的大儿子沈胡 至于灵娘的小儿子 就是沈龙 后来 白宠带兵来到文府 见灵娘美貌 便将其强行霸占 恰好白宠没有儿子 就爱屋及乌收养了灵娘的儿子 改名为白继服 殊不知白继服就是文少爷 也就是说 白继服和善娥 是当年文家灭门案的幸存者 他们是亲兄妹 得知真相的善娥更加痛苦 他万万想不到 强暴自己的仇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哥哥 作恶多端的白继服 得知自己侮辱了亲妹妹 羞愤交加 选择自杀赎罪 另一边 沈龙和善娇一起 与总兵白宠展开殊死搏斗 白宠退进密道内 靠着机关陷阱 白宠困住了沈龙 拼死抱住想要动手的白宠 最终惨死在白宠手下 这时善娥闯过机关 救下了被困的沈龙 两人跟白宠厮杀在一起 经过殊死拼杀 沈龙与善娥将真正的杀父仇人白宠 踢进了刀丛 报了身仇大恨 而当年受白宠指使 杀了文家满门的善娇 也无言于事 最终跳楼自尽 至此 一场时隔18年的仇恨终于结束 善娥自知成员已决 将一缕青丝和宝剑留给沈龙 自此消失于山林中 这部《索命逍遥楼》上映于1991年 在当年的内地市场获为卖座 导演李文化 是80年代国产武打片的代表人物之一 80年代 他顺应市场潮流拍摄商业娱乐片 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是各类武打片 李文化随即被北影场 拍摄了武打片金标黄天霸 影片大获成功后 又再接再厉推出了《无敌鸳鸯腿》 和《索命逍遥楼》等武打片 《索命逍遥楼》 由李文化和其女儿李妮 联合指导 编剧《柯章卢》 创作过国产鞋点神片 《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 因而本片的故事带有浓浓的悬疑感 影片明显受到了港台少士武侠片的影响 电影中呈现的机关重重 宛如迷宫的《逍遥楼穴头十足》 之后的剧情更是脑洞大开 整个故事不仅是一部古装武侠片 更是一部悬疑片 剧情数次反转 为了吸引眼球 编剧甚至不按套路出牌 讲出了阴差阳错 兄妹骨科的情节设定 现在看来简直匪所思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